鐵工廠67歲曾姓女業務員 上週開車暴衝發生了車禍 下車只說了一句 我殺不住 結果撞死了一名裝潢工人 另外有六名騎士受傷 又是長輩開車出事 國內規定 滿75歲以上長者 每三年必須要換發駕照 但是法律不溯及既往 因此2017年7月以前 滿75歲的長者 除非有違規紀典 或是吊扣駕照處分 否則不必換照 外界之一是制度漏洞 老人家就是 還滿常發生車禍的 我是覺得每年 應該是只要滿75歲 就應該要定期檢查 年紀越大越危險 你危害自己 不說你要危害他人 應該要嚴格一點 才會減少交通事故 高齡駕駛患照新至上路六年 北市75歲以上長者 無論是交通事故或死傷人數 都逐年的創新高 2018年1584件 造成了5死531傷 2019年1752件 有1死606傷 2020年1897件 有1死685傷 到了2022年 飆到了2180件 北市警局建議 當年那些不溯及既往的長輩 應該將他們健康狀況納入考量 如果沒有辦法正常操作車輛 或是有認知衰退的徵兆 就應該回歸換照制度 既從一百年開始 全國包含台北市的高齡長者的交通事故發生的件數是有逐步緩步的上升的 長者他可能生活基準的退化或感知的退化 所以他對於危險的感知判斷上會出現一個落差 警察局近年配合監理單位 鼓勵長者繳回駕照 改用禁勞卡搭乘大眾運輸 避免身體狀況不好 有開車需求的長輩 造成自己甚至他人的傷害 記者 張昭彭 王一仲 台北報導 當惹陽